1958年 抗美援朝胜利后 毛主席在撤兵时做了一个举动 竟让美军咬牙切齿40年 这是怎么回事 1953年7月27日 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 自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来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在朝鲜作战三年之久 而对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连战连胜的出色表现 不仅美国史料未及 全世界各国也都大吃一惊 1950年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时 美军十分傲慢和狂猛 美国军队经过大规模机械化改革 相比之下 中国的志愿军在装备和训练上明显落后 因此美军认为志愿军参战不过是自取灭亡 但是随后的战斗充分证明了这种看法的错误 在与中国军队的直接交手中 美军屡战屡败 节节后撤 这与他们的预期形成了强烈对比 1953年停战谈判时 美方代表的态度已然大变 在国际军事界享有战争天才之称的麦克阿瑟 也沦为中国将领彭德怀的手下败将 黯然从战场上退出 通过与中国军队的较量 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场战争彻底打破了美军的狂妄自大 也令中国军队在国际上想起了急速崛起的步伐 我们以远逊于敌的装备 依靠顽强奋斗的精神 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尊重 这场胜利无疑提升了中国军人的士气与威望 但按照停战协定 参战各方军队应在签署后72小时内开始撤离朝鲜 对此 中国政府态度非常坦诚 我们参战的初衷就是保家卫国 并无谋求在朝鲜获得任何利益的意图 一旦战争结束 志愿军理应尽快返回国内与家人团聚 因此 协定签署后 中国军方立即着手安排志愿军陆续从朝鲜撤军归国 可美国的所作所为则极为不堪 他们不仅第一时间背弃了停战协定 还与南朝鲜当局秘密签订了 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内容包括允许美军继续在韩国无限期驻扎 此举等于公然掩饰了美国并无真心遵守协定撤军的意思 仍想借驻军之机会继续控制朝鲜半岛 美韩防御条约的签订 无疑加剧了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 破坏了停战协定缔造的和平基础 中国政府对美国的背信弃义行为深感愤怒 面对美国继续留在朝鲜的野心 毛主席决心采取行动给予回应 1954年9月 在完成第一批志愿军反国任务后 我军主动暂缓了大规模撤军步伐 经毛主席决定 志愿军中还留有25万人员继续驻扎朝鲜 既可应对朝鲜半岛局势 也可投入到协助朝鲜各项建设之中 面对美国的背信弃义 毛主席决心留下志愿军 坚持致朝鲜半岛局势稳定 1954至1955年期间 在前期已完成主力部队撤离的基础上 中国志愿军继续按计划进行分批撤军回国 这批留在朝鲜的志愿军并未懈怠 王医生经过仔细评估 判断她有很大的治愈可能 于是王医生开始为这个女孩制定专门的治疗方案 她耐心地进行了多个月的试验和治疗 四个月后 女孩终于再次听到了久违的声音 父母都开心坏了 几天后 女孩的家人特意前来志愿军营地 送上礼物向王医生表示感谢 他们由衷地感谢 这位无私派来的中国军医 并将奇迹般的治愈经历传扬开来 而王医生的事迹反映出中国军医的人文精神 和高超医术 也成为中朝两国人民有益的生动写照 正是无数志愿军战士的奉献 缔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互助互利的共同努力下 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有益日益深厚 到1957年底 在志愿军的不懈努力下 朝鲜的战后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 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均已恢复元气 11月 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会见了金日成 双方就剩余志愿军撤离朝鲜问题 达成一致意见 鉴于朝鲜局势趋于稳定 志愿军的历史使命已完成 毛主席表示 剩余部队已可全部撤回中国 1958年2月 为就剩余志愿军的撤军问题进行磋商 周恩来总理亲自访问了朝鲜 与金日成举行会谈 会谈中 周总理第一时间明确表示 中国政府将按计划在1958年年底前将所有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他强调这既是对两国友好关系的体现 也将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金日成对中方的撤军计划表示理解和尊重 他高度评价了志愿军这些年来对朝鲜的支持与帮助 朝方将全力配合志愿军的有序撤离 会谈结束后 周总理与金日成发表了联合声明 声明充分体现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团结与合作 声明明确宣布 中国将按时完成剩余志愿军的撤离任务 以不断巩固中朝两国的传统友谊 并为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应有贡献 面对中国政府主动公开宣布的志愿军撤军计划 美国陷入了极其尴尬和狼狈的处境 美国本意图借联合国会议的名义 在中国无法参与的情况下操纵朝鲜战争的后续议题 暗中操控朝鲜半岛的未来 但这个企图很快就被中国政府识破并予以抨击 美国又想与南朝鲜保持军事同盟 继续在朝鲜半岛大规模驻军 结果中国政府的主动撤军破坏了这个计划 其他曾在朝鲜半岛作战的美国盟友 也对美国的背信弃义行为深感失望 纷纷宣布从朝鲜撤军 于是美军成为了朝鲜境内唯一的外国军队 这引来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美国的野心与霸道行径无所遁形 可以说中国政府的撤军声明一举将美国逼上了绝路 美国只能继续在韩国驻扎军队处境极为尴尬 通过主动撤军 中国政府成功地以退为进 将美国逼入了被动局面 1958年3月中旬至10月底 志愿军用17个月完成了总撤军 25万大军重新回到了祖国怀抱 朝鲜方面也对即将告别的志愿军给予了热烈欢送 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亲自前往车站送行 举行隆重仪式以示谢意 10月28日志愿军主要负责人抵达北京 第二天即受到毛主席亲戚会见 25万大军完成撤退 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完全结束 三年的战火终于熄灭 朝鲜人民重获和平 中国志愿军完成历史使命凯旋回国 而此时此刻 美军却仍然固执地驻扎在韩国境内 不肯离去 他们独自在朝鲜半岛上扮演世界警察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沦为国际舆论的笑柄 这一切都得益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他早在1954年就主动下令志愿军分批撤军 以实际行动践行停战协定 而1958年又亲自操办志愿军的全面撤退 将美国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毛主席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 让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彰显了大国风范 赢得了主动权 同样 我们也不能忘记 25万名志愿军官兵的奉献与牺牲 是他们舍生忘死 英勇作战 击败入侵者 保卫了朝鲜人民的家园 又是他们自强不息战后重建 让朝鲜从废墟中重生 正是志愿军的血与汗 铸就了中朝之间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抗美人朝战争的胜利 不仅巩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手足情义 也让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野心遭遇滑铁卢 新中国以一个新的姿态 崛起于世界东方 美国不得不放弃 其意图侵占中国的战略计划 在国际舞台上 中国重新夺回了应有的话语权 为和平与发展 创造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这是一场皆是国力 彰显民族精神 向世人展示新生中国气魄的壮丽战役